It's where you can be with me 欸 有人直播五小時 算了三天八億耶你 Hello 配寶們 今天要來跟你們聊的是 破解許多人對於淘寶的迷思 覺得淘寶貨值得買嗎 你會跟你們聊聊說 未來淘寶在台灣的話 會有什麼樣的規劃跟服務 那現在可以看得到我背後的畫面 就是我上禮拜去參加淘寶達人之夜的活動 台灣站 我受邀上台去表演 以及他們邀請了淘寶直播第一名的威亞 到了現場跟我們分享他的實際經驗 那在活動當天呢 連淘寶海外的負責人 台灣的負責人都到現場來跟我們說 他們未來會提供什麼樣的服務 我覺得很值得可以分享給你們 算是一個很棒的好消息 那我們先來聊淘寶貨這件事情 很多人都會質疑說 淘寶貨值得買嗎 自動把淘寶貨等於Payden in China 但其實不是 淘寶只是一個購物平台 它上面有來自世界各地的產品 只要賣家想賣 然後或者是品牌在上面開了旗艦店 你都可以買得到 一般人比較熟知的像是 飾品配件 服飾 彩妝品 保養品 然後甚至是家電寵物用品 3C科技產品 真的是你想得到的都買得到 連國際知名精品在上面都可以買得到了 甚至我們日常生活中買得到的一些商品 你可能都不知道在淘寶上 輕鬆就可以找得到更便宜的價格了 因為太多的東西都是Made in China了 你從原產地直接購買 我想絕對會是最值得的囉 那我先來說一下 我跟淘寶的一個淵源好了 大概是在六七年前 我在當演員的時候 現場我看到的彩妝師就是 他在為這個劇組的造型找一些道具 然後還有幫一些知名的藝人 去尋找他們演出的服飾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在使用淘寶搜尋一些關鍵字 感覺好像很聰明耶 那個時候我自己還是喜歡在實體購物 我喜歡看到這件衣服摸它 然後試穿才買 剛好在那個的前幾天 我在東區的街上看到了一雙鞋子 好喜歡 他是厚底編織上面有珠寶的鞋子 整個質感我覺得對得其他的價格 那時候他賣兩千四 但是店員說沒有我的尺寸 調貨需要兩個禮拜 我覺得好像兩個禮拜好久 我就沒有等了我就先去工作 然後我就看到那個造型師 在用淘寶的介面的時候 我就說那我可以找找看 我想要買的那雙鞋子嗎 我就簡單的輸入了幾個描述的關鍵字 編織後體珠寶透明 找到那雙鞋子了 折合台幣只要800元 我下單之後一個禮拜就送到了 比電源要幫我調貨 以及店裡的售價便宜太多了吧 之後呢我就掉進了淘寶的這個坑 喜歡在淘寶上面購買東西 那我們先來說的是很多人都留言問我說 淘寶到底要怎麼使用 打開手機APP 你可以找得到一個叫做淘寶Lite的 它是官方專門為了國際跟港澳台用戶所打造的 點進去之後呢 你可以很輕鬆的就是 找到一個新手指引的部分 就會告訴你說你可以怎麼樣去註冊 跟怎麼樣去購買 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你還可以點旁邊的幫助跟服務 就會有他們的一個自動回覆 如果沒有辦法解決你的問題的話呢 你還可以拉到最下面 直接有聯繫電話 台灣熱線你可以打電話去問他 該怎麼使用真的是很方便 那淘寶最好用的一個功能呢 我想除了第三方支付之外 第三方支付呢 意思就是我跟賣家之間 中間多了一個橋樑 我買東西的時候先付款 可是會是在中間這邊 那賣家寄出貨物 等我確認收到貨物的時候 賣家才會收到這一筆錢 這是非常公平 跟對雙方有保障的一個服務 我超喜歡的 然後還有淘寶APP上面 就有一個相機的圖案 你點進去它可以圖搜到 你任何想要找的東西 截圖拍照上傳都可以 這個功能好用到 不管是你想要買東西也好 甚至是你不了解的東西 你直接拍一張照搜尋 你都可以知道說 這個商品的品名叫什麼 瞬間讓你變成萬事通的感覺 當然也有很多人 直接把你在台灣也好 購物頁面上面看到的東西 直接把那張圖放進去搜 我想很多人可能都會驚訝 怎麼照片都是同一張 可是售價卻落差這麼多呢 但我想也不需要去質疑 賣的比較貴的賣家 他就覺得你怎麼從淘寶上面直接賣給我 然後翻倍賺 他也許有可能會告訴你說 他不是淘寶批的貨 我覺得是可以相信的 因為我剛說了 淘寶只是一個購物平台 他就是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貨物 有可能是同款 可是材質卻不同 然後也有可能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賣的比較貴 他不是透過淘寶 而是一起透過了更上游的一個製造商 那這個照片圖片可能就是製造商所供應給大家的 所以也不需要去質疑賣的比較貴的店家 我只是希望提供給大家聰明購物的一個觀念 那淘寶針對海外的一個規劃 除了淘寶Lite這個App之外呢 然後還有像是你可以從ATM轉帳超商取貨 這些都是輕鬆可以幫助我們更方便去購物的 那我自己其實比較常用的是 手機淘寶這個App也是可以去下載的 他的使用介面就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但我已經很習慣了 而且在上面可以輕鬆看得見 淘寶直播主的直播 他們的直播超厲害的 我只能說他們的功能 人性化到你太好買了 他們直播主在一邊直播 欸我跟你講這個口紅怎樣怎樣怎樣的時候 旁邊就直接可以去點購物連結了 點購物連結的時候他的直播還在 你同時觀看他直播你就可以順便一直買東西了 超好買的 那我剛剛也有說 他們請來了淘寶第一直播主委亞到了現場 他一晚直播五小時 賣了3.8億台幣的營業額 相當的驚人 那甚至是一些美妝網紅 接一支業配的價碼 就可以賺了100萬人民幣 至少450萬台幣左右 哇哈哈哈哈 我聽了就覺得 好羨慕喔 如果我有這樣子的身價的話 那我一年只要接一支業配 就可以活得很好 還可以一直開箱各式各樣的彩妝新品 給你們看了 我勤勞一點接兩支的話呢 就可以每個月開箱一次 熊內爾的包包 如果更勤勞一年接個十支的話 我想我就可以開箱 蘭寶君尼後期法拉力跑車 甚至是豪宅給你們看喔 我跟你們說真的 我每次在參加這種大型的活動 然後我代表台灣第一的美妝網紅的時候 跟他們聊天 他們都會問說 欸我們這邊的收入狀況是怎麼樣 我跟他們說完之後 他們大概都會 認個三四秒 然後不知道 該笑還是該可憐我 氣氛就會瞬間凝固 然後就換個話題 只有維亞她真的好可愛 她很親密就 驚了一下 馬上跟她的故事的人說 趕快打電話 他們立刻 直接在我們面前 打電話回杭州說 我們可不可以簽台灣的網紅嗎 好啦 只是跟你們分享一下 不同的一個市場 會有多大的落差 那在活動當天 除了我就是 表演 快速的仿妝之外 維亞她在現場 就直接示範了她的一個 買氣 她開直播的時間 一小時 在線觀看總人數是 38萬人 那她也示範了賣月餅 跟卸妝棉 大概都是 我現在要開賣囉 好 五四三二一 賣完了 一秒就賣完 好強大 好強大 好強大喔 所以人絕對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以為在你身邊 沒有發生的事情 就把一切想成是天文數字 或是天價 這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就算我們一樣是網紅 可能做的事情是類似的 但是 身價跟收入 卻是可以大不同的 所以就只是 分享一個 我的看見 跟我覺得 大家可以把遠光看的長遠一點 會來得更好 就像我之前業配影片所說的 絕對不要做出 傷害自己名譽的事情 因為這個損失太大太大 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 那這也關係到 我喜歡使用淘寶的原因 因為他們的市場大到 他們會在意 每一個負面的評價 如果你今天就是 沒有給這個賣家 滿分的信心 她可能就會馬上打電話給你了 就是告訴你說 可不可以幫我修改評價 然後這個東西送你不用錢 真的就是這麼誇張 因為你的一個負面評價 對她來說 可能都是直接 損失幾十萬幾百萬 都是有可能的 會影響到一間公司的營運 所以 我覺得真的就是 生育很重要 愛惜自己的羽毛 那他們的市場這麼大 他們賺得多 他們服務 我覺得真的也是 還滿值得信賴的 所以就是跟你們分享一下 不要就是封閉自己的心 或許你可以去試著 了解 跟 看見更大的一個市場 好 那有興趣的話 可以繼續看活動花絮 我們下次見囉 掰 喜歡影片可以幫我按個讚 我就很高興囉 沒訂閱過頻道的朋友 記得把小鈴鐺打開 就可以接受到我最新的影片 聽知了 掰掰 嗨 我現在呢 在台北新衣區 ATT4棒這邊 我今天要做一件 很瘋狂的事 瞧 我要直接在台上唱一首歌 變身成Xing 最后帶了一個行李箱 裡面是等一下會用到的 彩妝品 跟道具 那就陪我一起吧 我今天早上起來就眼皮一直跳 一直跳 好不安喔 好緊張 第一次 這樣子公開演唱 哈哈哈 然後大家還不能 fixed音 呵呵 好啦 我們待會見 今天的活動呢是淘寶跟天貓主辦的達人之夜 現場複製真的就很有夜晚的感覺 但因為我們來的比較早等一下還要彩排 所以工作人員也都繼續在塵射 那我們等一下就看塵射完之後的美麗的感覺 這邊呢都是一些得享物品 然後居家用品 另外那邊呢還有沙發 哇 超可愛 超可愛 超級可愛的狗狗抱著你 還有一隻貓咪 喵喵喵 這邊呢就是一個化妝台 就是房間的感覺 好啦睡覺囉晚安 發現一個超棒的東西 好想把它買回家喔 我覺得不管是你美妝直播啊 或者是拍片都超適合的 你看它是一個無影環狀燈 而且它還可以調色溫跟亮度 我打開一下 超亮超亮 可以調亮度 小到大 然後這邊是暖色調 然後它後面直接就附了一個鏡子 這邊有熱靴頭 可以直接裝手機或者是相機 超方便的 我現在就想要把它搬回家了 好緊張喔 但因為音樂版權的問題 所以我等一下就不用唱歌了 只要在三分鐘之內 變身就好了 然後我也不會告訴大家我要綁妝誰 就是綁妝完之後才會知道 好 那就祝我幸運囉 今天已經有這種歌曲有一個安望 兩粒錯了很多光味 八千五百萬人民幣 相當餘3.8億的新台幣 可以來到我們的現場 跟我們分享一下 下歌我們阿姨媽媽 把二人像著我們擁有過的今天會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沛莉 又來了這個戰鬥的舞台 是屬於我們百變沛莉 我今天要的髮妝的這一位 其實我覺得挑戰度也很高 是男生還是女生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好的 欸 她真的耶 她真的速度很快 你們來我髮妝 環球 好 所以今天的標準答案 應該就是 是 哎呀 不錯哦 中央節目三個五回鐘 跑中完成掌聲鼓勵鼓勵 嘿嘿 寶寶達人之夜 最有才華獎單發給KB小姐 好 太好了 請揚漢之人帶了獎兵來 以及最有才氣獎單發給我們的薇婭 謝謝 開心 哎呀 太好了 好 現在活動結束了 我在短短的時間內化了這個妝 看起來很荒謬對不對 但是更荒謬的是 我現在要這樣子走在街頭上 又不能給我一首歌的世界 緊緊的把那擁抱變成 哎唷 我怎麼跑本來還 è B-B-B-M- 感谢观看